诶 这行吗 乔庄 对 我们两个穿成普通人的样子 阿赵冒充我 然后高统领和阿赵 一起去见那位金矿的主管 为什么金矿的事 你们不觉得奇怪 每年金矿都会出状况 而每年又会很快的平息 我总觉得 这里面一定藏着什么事 这和乔庄有什么关系 如果你以幕府孙上的 阿赵冒充的身份区 谁还敢跟你说实话 阿赵和高统领 就是明面上的遮掩 我们两个暗中查访 双线齐头并进 如果金矿真的有什么问题 相信应该很快就能查得出来 好了 别拉了 习惯了就好了 来 我们快走吧 走吧 对 不对 不是说这长工对工钱不满 正在闹罢工吗 怎么已经恢复开工了 看着金矿没有问题啊 你这样看 当然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了 那要怎么看 什么人 鬼鬼祟祟干什么 大哥 是这样 我是立将来的 我听说金矿缺人手 我看 能不能找找活该 那西祖的 是 我叫阿增 这是我婆娘 叫阿秋 你看 我能留下来吗 我什么活都可以干 好吧 时间到了 来 冤枉啊 金矿有冤情 别叫 叫 闭甩 来人哪 老子打死 别动 金矿有冤情 来人哪 金矿有冤情 来人哪 来人哪 外面好像有什么声音啊 没有啊 没有声音啊 哪有啊 你听错了吧 我没听见 我刚才真的听见有人在喊 难道是我听错了 常有的 常有的 这帮工人 每天都在瞎吼乱叫的 阿拉丘小姐 高统领 不然 咱们到金矿去看看 走吧我带路 走吧很近的 你给我小心点 再这样喊 我让你一辈子出不了事 算了算了 坏了 坏了 谁呀 咱们真了 谁呀救不了咱们 谁呀救不了咱们 我 这个就是 牧府来的阿拉丘小姐 赶快行李行李行李 哎哎哎 那边的别人干了 都过来 如果有个叫阿拉丘的女人 能活着到金矿 你知道怎么样 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好了好好 散了吧散了吧 该干活的干活去吧 阿拉丘小姐 这边啊 是工人们挖出来的矿石 您看这些矿石啊 都在外边的厂子里堆放着 准备拉回去叶链呢 不是说 他们都罢工了吗 阿拉丘小姐 我都跟他们说好了 只要 你们好好干活别闹事 按往年的规矩 涨一半的工钱 他们就无闹了 您看 这事是不是您拿个主意啊 要是您拿了主意 您看这事就算了 您就可以早回丽江了 这个破地方 又脏又臭的 也没什么好带的 我说穆罗总管 既然来了 我这带金矿玩了 你停在走 玩 这鬼地方有什么好玩的 你看这脏的 哎 我说烧水的张嫂啊 幕府的阿勒丘小姐来了 快收点开水 给送过来呀 哎 说你呢张嫂 哎哟 你听见没有啊 白天又是那个端金刚在炒吗 是 都看紧了 这个阿勒丘 也不知道搞什么名堂 这破金矿有什么好带的 赖着不走 会不会是要好处啊 好处 哼 能有什么好处啊 做梦 不是 你不说什么 你会有什么好处啊 我怎么会想到 我应该怎么可以 是北洋 想去 你这么好 你不想去 你怎么会想到 人呢 来了 你们来了 怎么样啊 阿增哥 阿秋嫂 澄清的感觉不错吧 挺轻热的嘛 人家现在还受伤呢 人家 不是牧宗少爷了 澄清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嘛 行了行了 快别闹了 你们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我实在是受不了 那个叫穆罗的人了 他一个大男人 说话女力女气 还涂脂抹粉的 他想摸我的手呢 除了这个呢 他有事瞒着我们 你怎么知道 我是个孤儿 一直到处流浪 流浪儿首先要学会的 就是察言观色 这个穆罗很急地要我们走 他心里面一定有事 而且是大事 要我说 他一定是私藏金矿 你看 他长得就是个贪财的样 我觉得不太可能 今天我在矿洞做了一天的工 他们挖矿淘金 都有专人记载 我偷偷看了下记录本 没有修改 这里的黄金一点没被私藏 全部上交到幕府 那就更古怪了 换成谁到金矿做总管 或多或少都会捞一些的 这个穆罗 这么多年了一点都不贪 而且一直这么忠诚 要我说 他不是私藏金矿 那就一定还有别的事 我也觉得有些地方很奇怪 什么 我跟这边的女人一起烧水做八把 我发现做的八把量多了 多了 是 我们做了多少我是很清楚的 送给矿工吃之后 还多注意部分 不知道送到哪里去了 也就是说 还有一批什么人藏在金矿里 吃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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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饭啦 吃饭啦 开饭啦 吃饭啦 开饭啦 我的 有用 开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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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 我们把一拆 上完 好 partnership 我们tes 好吧 别打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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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打人 别打 ninguém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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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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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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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跑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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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贪钱 却藏人 会不会这个木罗暗养军队 想要反叛呢 光靠吃的养不出军队来 会不会是这样 木罗在吃空想 空想 对 这么说吧 一个千户一千一百二十人 而木罗只有五百人 那也就是说 他可以吃六百二十个人的响银 木罗这里根本没有这么多长工 多出来的他自己吃下了 命令长秦 其实大部分都到他自己手里了 那他费粮食养的那些人 又是什么人呢 木罗会定期派人来查长工的人数 其实这帮人平时也不开工 查数的时候才提出来顶数 不是没有可能啊 证据 这一切都需要证据 要是能找到这么一个人就好了 站住 快点跑 快 追 站住 站住 那边 快 好了 第一天也不可能找到线索 你们先回去吧 小心点 那好 有时及时联络 嗯 快走吧 走了啊 我让他们先走 一起走太危险 让他们先回住处 然后我们再溜回去 好 走 找地方藏一下 嗯 怎么了 别动 怎么这事还没好 疼吗 嗯 很甜 什么 这种感觉是甜的 干了一天的粗活 累不累 嗯 其实 我喜欢这样的日子 不怕知苦 可心里踏实 怎么 在幕府待着你不踏实 其实 有很多事情我真的很想告诉你 什么 你说 啊 其实 高统领 巫僧少爷和阿乐丘姐姐 要乔庄查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个冒险 你为什么不阻拦呢 英朝里的雏鸟 总要靠自己的力量高飞 如果我试试阻拦的话 慕僧少爷永远不会挣扎 快 快 等一下 兄弟们 跟上 快 快点 快点 慕罗总管 慕罗总管 大处 欢迎创悟 你看 感谢观看 当然可以了 他叫段金刚 还有事吗 你去忙吧 走 快点 是 快 走 跟上 快点 早点休息 有什么事就叫我 我就在家里 好的 好 好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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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可以 顿金刚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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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勒秋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昨晚那个逃犯还没抓到呢 这儿威胁 我看您哪 还是早点回丽江吧 不急 总管大人 等那个逃犯抓到了 这样我走的 也会安心一些吗 那您就要多注意安全呢 时刻小心哪 多劳总管大人费心 那您先忙吧 我自己随便逛逛 行 行 阿赵 怎么样 人数没有问题 确实一个都没有少 木螺没有耍花招 我自己烦红花招 能不能再来 我自己判断的 我自己也能吃 你真是什么 我自己烦红花招 我自己给你 你给你 我自己给你 那我自己给你 别动 回答我的问题 你是什么人 他是什么人 我们这样才是猜不出来的 只有等他醒过来 才能知道答案 你们也赶紧回去吧 别让木罗产生怀疑 特别是你阿赵 千万小心 你一直留在金矿不走 我担心木罗已经起了疑心 我怕他对你不利 我没事的 阿勒九姐姐 金矿是木府重中之重 附近有军营看守 不管怎么说 木罗不敢冒太大的风险杀我 毕竟我现在冒充的是你的身份 倒是你和木增少爷 你们要小心啊 如果泄露了行踪 一定要立刻说出自己的身份 放心吧 我明白的 万事小心 有事我再联系你们 请照顾好木增少爷 放心吧 快走吧 那我们先走了 木贼儿 他醒了吗 是的 我醒了 你放开他 我们不会伤害你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 我们可以帮助你的 就凭你们两个矿工 你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吗 知道 他是木府的孙少爷 你是金矿的真正掌控者 那我还是当机皇上呢 你以为我是傻瓜呀 我跟他说了我们的身份 可是他不信 当然不信 木府的使者现在正在村子里 怎么会是你们呢 你冷静一点 村子里的使者是我的侍女 他代替我是用来掩人耳目的 坐着的这位 真的是木府的孙少爷穆增 请你不要伤害他 不管你有什么委屈 他都会为你做主的 给我看证据 我有一个办法 阿勒丘 你回村子去一趟 叫阿赵和高玉龙过来 让他看到木府的使者 和我们是一起的 他才会相信你 那你呢 我没事 快去吧 站住 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叫人来抓我呢 要是想抓你早就抓了 你们在这儿等着 我立刻把他们叫过来 他要是骗你 那你杀了我 行了吧 你是谁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他还没回来 你们在骗我 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 别耍花招 可能什么事情耽误了 要不这样 你和我偷偷回村子去一趟 去见见那个所谓的幕府使者 说到你 你们还是想把我骗回去被抓 用你的脑子想一想 我要抓你的话早就抓了 把你藏在这儿 也是为了不让木罗抓到你 为什么 我说过多少次了 我是木增 我就想知道木罗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你怎么可能是幕府的孙少爷 所以你要跟我去见高玉龙 证明我的身份 进村就是冒险 不冒险就没有办法脱险 段金刚 除了相信我 没有其他的选择 柠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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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阿赵高玉龙就在前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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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穆罗的手下 不是 那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本来这儿只有一个目的 什么 杀死阿乐丘 阿乐丘 那不是幕府派来的使者吗 他现在就在村子里 你抓错人了 我只是个普通的女工 你就别骗我了 我已经知道了 你就是阿乐丘 的手下 怎么 不想承认 我亲眼看到你跟阿乐丘偷偷见面 还敢否认 你们骗不了我 是是是 我骗不了你 我就是阿乐丘的手下 告诉我 阿乐丘让你们混进金矿 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你为什么对这个要感兴趣 现在是我在问你 好好好 我们在 我们在调查穆罗 金矿总管 他怎么了 我 阿乐丘就要见 觉得穆罗身上藏着秘密 秘密 我知道他身上有秘密 可是现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我们的任务就是吸引那个穆罗的注意力 然后等穆增少爷和阿乐丘姐姐那边的进展了 这么等 也不是个办法 要不我偷偷溜出去查一查这个穆罗 高统 这里是金矿不是穆府 这可是穆罗经营了十多年的地方 你可千万不能打草金蛇 让我等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等那个段金刚醒来了 或许会有新的进展呢 高统龙 穆罗少爷 你怎么来了 他醒了 你们怎么过来了 阿乐丘姐姐不是说 等他醒了以后 会来通知我们的吗 阿乐丘没有来过 没有啊 糟了 阿乐丘出事了 什么意思 我早就让他过来找你们 可他一直没有回来 我们确实没有见过阿乐丘 不如 一定是不如 肯定是他抓走了阿乐丘 他发现了 应该是这样 这种地方 能悄悄抓走阿乐丘的 只可能是穆罗 段金刚 你究竟知道穆罗什么秘密 赶快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尽快查明真相 救出阿乐丘 你 你真是穆罗孙少爷 没错 他就是穆罗的嫡长孙 穆增少爷 穆增少爷 穆罗精光有天大的冤情了 说 穆罗究竟有什么秘密 这秘密 我说出来 恐怕你们都不会相信 走 跟我去一个地方 跟我去见一个人 见到他 你们就一切都明白了 你是说 阿乐丘在追查金矿的真相 是 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现在穆罗 把金矿的事情 交给阿乐丘小姐 他现在觉得 穆罗有问题 当然要查清楚了 他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穆罗 那为了谁啊 不可能 尚未不会让我杀一个 对穆罗忠心耿耿的人 你是穆罗的人 你叫什么名字 阿赵 阿赵 你跟阿乐丘多久了 没几天 你是幕府的侍女 是的 所以你要听从幕府的一切之灵 你想说什么 帮我杀死阿乐丘 什么 他周围护卫森严 我没法下手 所以需要你的帮助 我为什么要帮助你啊 幕府的护卫要派你 你 你才安全 是老夫人 让你杀阿乐丘小姐的吗 你问的太多了 现在你只需要告诉我 愿意还是不愿意 愿意 我当然愿意 你不说带我见个人吗 人呢 就在这里 你在干什么呀 别急 你马上就知道了 我再说一遍 你就说有钥匙要禀报 把我带到阿乐丘面前 之后就没你事了 其实我可以先找到他 然后把他约出来 不 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 咱俩要一起去见他 当众杀他 你也活不了 我不在乎 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杀他 我再说一遍 这是命令 如果这命令是错的呢 如果你要杀的那个人 是个无辜的好人呢 我只听从命令 还有 你的想法很危险 你们除了命令 什么都不知道 休息会儿 等天色晚点才中手 天黑 我更有机会靠近的 还有 不要尝试逃走 我不想杀你 我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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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我在想上 可以 走 就是这个人 你带我来见的人就是他 是的 他和木罗的秘密有关吗 没错 这个死人是谁 他就是木府的金矿宗管 木罗大人 你说什么 我说在这土里埋着的 就是木罗大人 木罗不是在村子里吗 那个是冒名顶替的杀人犯 真正的木罗大人 已经死了十七年 你凭什么说这句白骨 就是真正的木罗 这就是证据 木府腰牌 没错 这是木罗大人在木府的腰牌 木罗大人被害后 我们救出尸体 这腰牌 我们也把它埋在此处 我段金刚忍辱负重十七年 背的就是这一刻 还没找到段金刚 没有 阿勒丘和高玉龙呢 不在屋里 不知道什么时候走的 也没有人知道 他们去了哪里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守了那么多年的秘密 恐怕瞒不下去了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不重要 你为了木服 连自己的名字都不需要了 我知道你们很忠诚 可是忠诚也该有所选择 你不能明知道是错的 还要做下去 上面无缘无故地 要你去杀一个人 你就义无反顾地去杀 你有没有想过 那个人要是无辜的呢 你的话很多 除了命令 你有没有考虑过别的 我的生命属于木服 不 你的生命属于你自己 你自己 你是谁 这是木服的孙少爷 木增 木增少爷 真正的木炉 已经被你杀害了 真正的木炉 是个屠夫 是个恶魔 快 二赵 小心 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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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福安康 长命百岁啊